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拜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一定是自己的命运问题 人的命运各不相同 同样对待命运的看法 也有着许多的差异 那么从佛教的角度而言 又是怎样看待命运这个问题呢 我们常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我们看一个人时 第一眼就是外表 也许有人会觉得 在乎别人的外貌的人 是肤浅的 但第一眼对人来说 真的很重要 只有通过外表 去吸引别人 才能让人了解到自己的内涵美 在外不是指一个女人是否长得好看 而是看她的穿着打扮 如果你看到一个衣衫褂褛的人 都不想去靠近 即使她有着出纵的内涵 也会无从发现 当你看到一个衣品很好 穿着打扮很讲究的女人 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好感 才会了解到她的内在 女人的穿着打扮 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她的生活状态 一个女人是否好命 看日常的穿着打扮 就一清二楚了 如果你发现一个女人的衣品很好 总会把衣服搭配得很协调 什么样风格的衣服 配什么样的妆容 什么样的妆容 适合什么样的口红 这些女人好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她们的审美观 不会一天就造就的 而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 慢慢地从最基本地开始学 这就要求她们有着很多衣服 很多化妆品 来供自己学习 不仅从侧面反映出了她很有钱 并且她也很有时间和闲情 毕竟我们都知道 化妆品、穿衣搭配 都有很多琐碎的讲究 这种女人在生活中占大部分 她们的衣服很简单朴素 没有那么昂贵和大牌 但穿衣打扮依然会讲究 偶尔化个淡淡的日常妆 出门逛街 给生活赠一抹色彩 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女人 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没有大福大贵 也不会捉襟见肘 平时遇到喜欢的东西 也能狠狠心买下来 这样的女人时不时还会有点小开心 日子过得怡然自得 每个女人的天性都是爱美的 她们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走在街上的时候 也会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赞美 而不是指指点点 如果一个女人的穿衣很邋遢 让人不忍直视 也不喜欢打扮自己 说明她的日子一定很苦 不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 也没有时间来打扮自己 这样的女人是可悲的 既没钱又没空 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枯燥 女人还是要花多点心思 在自己身上 才能使自己的青春 留得长一些 有趣的灵魂 也需要有好看的皮囊来装点的 一个女人是否好命 看日常的穿着打扮就一清二楚了 大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穿着打扮 就是她的教养 阅历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同样的 一个人的衣着打扮 也吐露了其性格 命运以及财富 无论这是个多么深沉 让人看不透 因为深沉本身就是一种风度 她所透露的 就是这个人的品性和涵养 像禅师说的 不需要开口 走几步就知道你的境界几分 伪装不得 一 着装于命运 万事万物都存在因果关系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因果决定的 着装于命运 看似两者之间无关紧要 其实 着装作为因 会直接导致命运的果 奇异的发型 会吸引奇异的目光 引来奇异的人 怪弹的衣着 会使人产生怪弹的想法 引来不靠谱的人 裸露的大腿 会勾引起不良的欲望 引来银邪的人 花红柳绿的色调 就会使人蠢蠢欲动 引来不安分的人 不要埋怨命运 怎么自己总是遇到一些奇葩之事 其实 命运因为您的着装而改变 二 选择好衣着 就选择好运气 一个人的心念决定一个人的行为 一切深口意的行为都会造业 善业得善果 恶业得恶果 因此 选择很重要 选择的是善 就有善报 选择的是恶 就有恶报 你选择了干净 就会平顺 你选择了整洁 就会心静 你选择了朴素 就会稳定 你选择了庄重 就会正气 总之 你的着装 会影响你的精神面貌 善而美的精神面貌 就会感召善良的人们 选择不同的着装 就是选择不同的命运 不过呢 佛教中也认为 世间万事万物 皆有因果 而人的命运又分为两部分 三分是命 七分是运 命可以理解为 是我们注定了的 也是前世的因果业力决定的 比如说 你的父母是谁 你的家庭环境怎样 你的相貌 长相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人的命运会怎样 七分就是运 运可以理解为运气 运程 运礼 每个人一生的境遇 往往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 而发生改变 所以 佛法中 时刻劝劝世人 多种福田 广结善音 广众善果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譬如 说别人的一句话 你的一个念头 或者说 为了一块钱等等 转变 改造我们命运的因素 看似不起眼 但实际影响却不可估量 一念之差 天壤之别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明朝的吴三桂 为了红颜 陈圆圆 冲冠一怒 将清兵 引入关内 这不仅仅改变了 吴三桂的命运 同样也改变了 李自成的命运 也改变了 中国的历史 而吴三桂 也因此背上了 叛国豁民的乱臣贼子称号 永远地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把控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到底是谁来把控的呢 是上天吗 还是佛菩萨 还是我们自己 这个就要问问我们的内心了 无论你是学佛修行者 还是不信佛之人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一定要搞清楚 把控命运的力量是什么 答案就是 我们自己 学佛之后 是不是真的就改变命运了 对于个人的命运 佛经有云 无病最利 有信最有 知足最富 无为最安 这是佛法中对于命运的看法 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都来自于我们的贪 称 吃 这三读也是佛家 忠人 学佛之人 重点灭除的习气 当我们智慧不够时 或者修习 机缘未成熟时 这些烦恼 仍然还会不断地困扰我们 按照因果业力的说法 这也是善业力不够 所以我们依然还要受报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能够控制住我们的是自己 我们可以少一些贪 这样就少了三分之一的烦恼 少一些称 又少了三分之一的烦恼 如果又将吃控制住了 那么人生还会有什么烦恼呢 烦恼都没有了 你说学佛之后 我们的命运没有改变吗 踏踏实实休息 广众善音 早晚都能收获到甜美的果子 这个时候 福报与好运 你躲都躲不掉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的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